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節的颱風battle 今天的battle隊長是2012年的強颱風韋森特 和2020年的颱風海高師 特別感謝林永嘉的一個建議 現在先講強颱風韋森特 這一張就是日本戲像廳的最佳路徑圖和中心慶圖圖 可以見到中心慶圖圖圖 7月23日晚上韋森特是一個顛峰狀態 就是登陸珠光厚以西 對珠光厚以西造成極大過壞 我們現在先看看路徑圖 現在再看衛星雲圖 這幾張都是登陸前和登陸後的衛星雲圖 左上、右上和左下角都是登陸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三張圖都是發展出明顯的風冷 而右下角的光厚就是登陸後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它的風暗已經被雲層覆蓋了 現在再看看颱風海高師 颱風海高師是比很多氣象部門看弱的 例如這張圖 可以見到顯示海高師只是一個以帶風的級別 但實質海高師是為港澳地區帶來暴風以上的風力 所以海高師也可以說是一個颱風 這兩張是日本語像廳的最佳路徑圖和中心獻額圖 可以見到中心獻額圖方面 8月18日、晚上至8月19日的凌晨 就是海高師的顛峰時間 最低獻額為992百拍師卡 我們現在先看看路徑圖 我們再看看衛星雲圖 左邊和右上角的那兩封就是即將登陸的海高師 可以見到海高師其實是急速增強 但它環流不算太大 風眼也是未打開的 而登陸之後它環流逐步縮小並減弱的 這兩張就是颱風、衛森特和海高師的衛星雲圖比較 可以見到其實衛森特是較強的 這兩張也可以見到衛森特展現出一個明顯風眼 但海高師只是一個急速增強的狀態 但還未去到打開風眼的一個地步 我們再看看維基百科是一點點的資料 衛森特在2012年7月18日營成7月25日燒散 最低氣壓為958百拍師卡 10分鐘平均風速為每小時150公里 剩下最大陣風為每小時215公里 財政損失有3.29億美月 總共有26人死亡、154人受傷和12人失蹤 而在地區包括菲律賓、中國大陸的廣東、廣西、香港、澳門和越南 而海高師在2020年8月16日營成8月20日燒散 最低氣壓為992百拍師卡 10分鐘平均風速為每小時100公里 上下最大陣風為每小時150公里 財政損失有1.42億美月 其他人數總共有7人死亡、22人受傷 而是地區包括菲律賓、中國大陸的廣東、海南、廣西、澳門和香港 這兩張就是韋森特和海高師集澳期間最大的風力 我們看到韋森特代表韋森特的那張風力圖 加樂比總共大橋、西方大橋、友誼大橋 友誼大橋都是錄得暴風程度的風速 而大南山九澳是錄得獵風的 而海高師集澳期間三條大橋都是錄得暴風以上的風力 當中友誼大橋的南風是錄得127.7公里每小時的風速 而大譚山九澳和澳門大學都是錄得獵風的風速 外港碼頭錄得暴風的風力 而香港風力方面 韋森特出閘期間 長洲是錄得巨風的 而赤立角錄得暴風 而劉浦山、西貢和啟德是錄得獵風 其餘是錄得強風的 而海高師出閘期間 長洲是錄得暴風 赤立角錄得獵風 而西貢和啟德是錄得強風 而其餘地方是錄得強風以下的高速 當中共同特點就是包括有近案增強 韋森特就是以原本熱帶風暴的級別 是連星幾級 去到強台風的級別 並且登陸 而燈內地點也是非常之近珠江口 好像海高師一樣 他是在澳門西南大約是20公里 香港大約是80公里左右 兩者都是令港澳地區發出8號或以上的訊號 當中衛森特令澳門發出9號 香港發出10號訊號 海高師是澳門發出10號訊號 香港發出9號訊號 而兩者也是採取給電腦模式 預期的較偏北路徑移動 也都是台灣和菲律賓中間的巴士海盒是經過 並沒有登陸其他地方 直至是登陸珠江下以西 而當中強度方面 當然是衛森特領先 壽命方面也是衛森特領先 財產損失和死亡人數也是衛森特領先 影響地區也是打獲的 而港澳風力也是有一個分歧的 香港風力就是衛森特更厲害 澳門風力就是海高師更厲害 而和港澳的距離 這個屬於同性分是比海高師的 當中衛森特對海高師是5比2 所以就衛森特贏了 目前陣定第四集 將會是2018年的山竹對2018年的馬列亞 而第五集將會是2018年的山竹對2018年的獄兔 而第六集將會是2017年的苗帕對2020年的米克拉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颱風battle 記得留言 我將會篩選一些有趣的颱風battle題材 你記得告訴我你喜歡看什麼 這段影片結束了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下條影片再見